每逢农历新年在华人的家中会摆放一盆梅花树 古人认为梅花在春节开放将为全家带来幸运的一年 仿真梅花树在过年期间随处可以买到 摆放梅花装饰家里就能让整个屋里充满着过年的氛围 梅花代表毅力、好运、高贵荣耀、增天、增财天路等含义 会有这样说法因为即使在严冬 梅花仍然在大雪中毅力盛开 每逢农历新年通常在华人家中除了摆放春节装饰品之外 不少家庭也会摆放一盆仿真梅花树 因为梅花在春节开放被相信能为家中大小带来福气 接近农历新年 在年货市场一般都会贩卖各种春节年货 来到市场年货便可买到仿真梅花树 其中位于西亚加达、阿森嘎街 商贩们每年都有贩卖仿真梅花树 应付市场需求 例如白兹市场的太多 例如13亚加达,阿森华为13亚加达,阿森华为13亚加达 可以有100亚加达,阿森华为14亚加达 如果是出来的 有250亚加达,如果是白兰亚加达,那些公司的改变 如果是建立的坏,那些公司的改变 也有6、5亚加达,那些公司的改变 我们现在的东西是这样的 这些是73千元 这些是最多的 市场贩售的仿真梅花树 分有红色及粉红色 任由买客挑选 至于价格方面 是以尺寸大小 来断定 仿真梅花树鲜艳夺目 一盆盆很是吸引人群 令人不禁想要掏腰包 购买回家 增添春节的喜气 仿真梅花树 早已成为华人农历新年 不可少的居家装饰 对于全球华人来讲 新一年新希望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身体安康 过个快乐年 除下的优优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